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军的援助下要推翻夏威夷的王朝 就美国要并吞了夏威夷 1959年等于民国48年 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州 这里面几个大岛是有人居住 而且成为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资源 那其中欧湖岛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一个 家庭中发生的地点 这个地点他们全家人知道 人家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那这个海的话 海温海的话 那就要靠他们的公共资源是什么 除了是有的人是卖点鱼货 但是这家就靠他们非常喜欢大海中去冲浪 做教练 就是有人在上课的时候 就可以到这里方来 就是他们可以指导他们 就像我们说是那个浮浅一样 对一样 但他们是有冲浪 更加的一个这个刺激的 而且呢 除了这个刺激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 就是啊 这些人呢 他们可以呢 借着这个参加一个这个比赛 冲浪比赛 当了得奖的时候 从这个地区性的 再是全国性的 再是全世界的 还有分组 有青少年成人组 也可以赚钱 也可以有名声 而且呢 这个比赛可是非常非常的刺激 这部电影最难得的 你知道这个画面 我还是忍不住要先说 那个冲浪比赛 对于那个冲浪的人 参加比赛 他们通常是有六个人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大的波浪 可以冲得出一个 蛮好的一个画面的时候 看他的一个灵巧 还有他怎么样去 这样跟这个水冲上高点 又有一些优美的姿势 甚至还有一个像水的 那个隧道一样 在那边从那边穿过去 哇 这个要得奖的 就是看那个冲浪的人 他会被抓住那个 浪潮是会有一些高峰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他又从那边穿下去 让大家就 哇 叹为观止 那这个东西的话 要在那个画面上去抓的话 他有七百 那种很多台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种烧香机 就把它整个收录起来 才能把那个最美好的 真实的画面抓住 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光是看这个影片 这个镜头就值得了 哦 那当然了 所以真的要跟大家说 在电影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可以去看到的 有剧情啊 演技啊 摄影啊 音乐啊 时代国情啊 或者巧思创意哦 可是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生活 在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的男女主角 是从美国的本土过去的 他们在那边差不多有 半年到的时间在做拍摄 甚至呢 那些演的夫妻党的人 都不想回来了 你说演员不想回美国吗 对对对 尤其演爸爸妈妈的 那差点都要觉得 那就留下来住吧 他们有自己的家庭 哦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有画面 有音乐 有美景 美景 而且我个人是最喜欢 真人真事 这是真人真事的一部电影 真人真事的一部电影 这个出自于那个导演 他到小吃店吧 就看了一张小小的 一张海报 海报那小小的 就是有点像 所谓的见证集 他的故事 他就借着一个小小的一个 算是一个广告 就是把他的生命故事 告诉大家 那导演一看 这个人冲浪 哇 好有画面 而且又是励志型的 而且这个人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的手 左手臂 13岁的手 因为冲浪 被鲨鱼 咬掉了一只手臂 哇 那你想 这样子的以后 他们家是靠这个 教学冲浪 还有呢 要去参加比赛 这都可以 都可以有一些 经济的来源 而且还可以让大家 有个好的名声 可是当你这左手臂 手臂没有的时候 你觉得一般人而言 他会不会还在做冲浪 一般来说就不太愿意 而且会有惊恐的感觉 永远都流着 一到海水 就会觉得那个鲨鱼要来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去做那个的时候 是两个左手右手 两个一起的 那他现在只有一只手的时候 他的力量是不能够平衡的 那他要怎么样是 改变自己那种 以前我们的 所谓的那个运动的习惯 只用一个右手 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 那他爸爸也为他 设计了一个冲浪板 可是人家说 有什么残障的 什么运动会 这个冲浪没有什么残障的 完全跟大家一致 来做这样 一视同仁 对对 这么喜爱冲浪的 我们的女主角 哎呀 那个痛苦中怎么去 他觉得 好像感觉上 他还是只有喜欢冲浪 嗯 哎 你知道冲浪是很可怕的 因为那个在 要冲浪的时候 要常去练习 嗯 好 他说我 我天生就要冲浪 这是我每天早上 醒来的原因 哇 叫醒他的一个动机 对对 所以在冲浪的时候 要忍受很多的疹痣 还有可能在那个 在冲浪过程中 哎 看起来好像表面是平平的海浪 可是里面有暗礁 可能会刺伤我们 嗯 还有鲨鱼 对 还有可能有鲨鱼 对 还有那种 很麻木的肌肉 当我们真的被刺到的感觉 我学习到生活 就像冲浪 如果 我们倒在冲浪区 你要马上站起来 你还不知道下一个浪会发生什么 尤其是平静里面 你可以知道那个浪要来了 得名的人就是 很能够在平静的海浪中 还知道有浪要进来 哇 怎么去创造那个 冲浪的最高峰 哇 这不简单 你看我在跟你讲的时候 都现在手握冲大 好有好有画面 老师 你那个手还在旋转 那个浪卷进来的感觉 我感受到了 那下一个浪呢 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有信心 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所以当他失去了一只手的时候 他要再冲浪 是比别人南上 加南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倍 那但是这个当下里面 他从13岁 因为冲浪这样 他到8年后 做了8年 他就开始讲述 因为他怎么去克服这些事情 他就写了他的生命故事 让那个导演看到以后 就为他拍这个片子 所以他这个叫做灵魂冲浪的手 又叫做左手的勇气 左手的勇气 因为他没有左手 他只要把左手去给他放成他 能够让他还能够冲浪 这就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抱怨 还是会 有的人会容易抱怨 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那只鲨鱼是怎么了 为什么就偏偏咬我呢 对对 因为会抱怨 刚开始他也会抱怨 我觉得抱怨是正常的 对 而且呢 他们家里就分成两派 妈妈认为说 你就不要制造麻烦了 你要再走这个东西 走冲浪 对你来说 是不容易成功的 你只会更加的挫折 所以妈妈是反对的 爸爸呢 觉得他好像做任何事都没有 没有一些那样子一个干净 唯有在海里面冲浪的时候 是他最快乐的 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称 从小到大时候 他就叫做小美人鱼 那小美人鱼对他来说 好像也给他注定 他自己觉得 他的生命是要在水里面 来来去去 享受那个大海的感觉 当然这也是一个极限运动 这个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你知道这个冲浪 他有没有对手 冲浪的对手 应该是大海吧 不止大海 有六个人 一起在比赛的时候 竞争的对手 竞争的对手 对对对 但在竞争对手里面也有人 就觉得说 你已经没有希望了 你还要来跟我们比赛 不自量力 对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后来他就很谦卑的 很努力的去参加这个 去克服这个困难 而且去怎么样 只有一只手的时候 怎么样做 平衡 不只是在水上 要去做练习 在陆地上 也要去怎么样训练 自己的体力 怎么平衡感 那个过程中 那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太难了 但是而且在他被鲨鱼咬到的过程中 内幕也有演出来 有有演出来 好血腥喔 他在演出的过程中 他自己知道说 他一定要冷静下来 假如他昏迷下去的时候 一只手断掉了 那一直在 哇心血 一直流 一直流 哇那真的 会引来更多的鲨鱼 对 因为是他的好朋友的爸爸 也算是教练 带他们去玩 所以那时候 他爸爸当然也是练习 他一直说 我要冷静 当然他也是基督徒 他也祷告上帝 能够让他渡过这个难关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知道他的好朋友在旁边 因为是好朋友的爸爸 带他们两个人去做练习 他最后受伤的 不只是他也 是他好朋友 就像他惊恐过度 就觉得 哇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在那时候 他吓坏了 他们是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哇 我觉得 在那样子一个 运动的 极限运动当中 真的不能顾心奋斗 要有一个好朋友 在旁边一起训练 彼此打气 后来他就反过来 去安慰那个好朋友 说没关系 而且 那个对手 后来也不得不佩服他 因为他 太强了 太强 他那个毅力去克服 那个 当然 包括他爸爸妈妈的鼓励 还有 他有两个哥哥 这两个哥哥也在鼓励他 在列席的过程中 帮他拍摄录影带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他们也算是 给他指导很多 那包括他爸爸 一直管去设计冲浪板 让他能够去克服他的困难 我觉得在这里面 还有爸爸妈妈在冲突的时候 家庭中怎么去解决 面对重大事件的时候 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 而且在这里面 我们就发觉 家人的团结合作 我对他们家来说 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榜样 这部电影在成品 他有卖他的那个DVD 一般是没有 他们是把他包 整个包下来了 做他们的一个版权 连书一起吗 还是只有DVD 对对 在一般可能在普通的这样 看不到 但是还有一个 他的朋友的鼓励 还有一个 那个对手 后来那个对手跟他讲 他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就知道 不断的编程我自己 要怎么样努力往上爬 这个要感谢所有人 还有一个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故事 他被鲨鱼咬到三十几公分 整个手臂没有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喜欢冲浪的人 或是有些不知道的人 就把这件事情 公注意在那个新闻的当中 很多人就知道说 这个姐姐这么勇敢 已经没有手 而且要把她的手弄掉 装了一只 而且说可以搭做那种广告 可以有广告收入 他说我不要 我完全要只有 因为靠我的一只手 我还是能够冲浪 因为那个毕竟不是我的手 对 更难得更难得是 他跟他们家人说 请你们 不要因为我有 只有一只手 就不让我做家事 家里的事情 我都要做 我们都要平均分分 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棒 你们帮我当做正常人 不要帮我当做特殊的 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小小的 那种纯纯的那种男生 很多 他说我现在没有做手了 我现在一定很丑 他妈妈就跟他说 没关系 维纳斯的像 也是少了一只手 而且他有喜欢你的男生 他是不会在乎这个东西的 对 那真的有一个人 他就是很喜欢在地上的 那种滑板之类的 他很喜欢这个 那个男生呢 就也给了很大的鼓励 而且全世界人都知道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你知道运动呢 就是说哇 那姐姐能够这个样子 陆地上就算了 还有在那个什么 海里面 他们都可以克服这么多的困难 为什么我行 他行我行 哇 全世界还是几百风 可能上千风的行 都蜂涌而至到这边来 哇 一方面有的是被他激励的 另外一方面 可能就是来鼓励他 对对对 后来还有一件事 就像你说的 跟上帝抱怨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后来他们的教会 就是在夏威夷 欧湖岛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 就是一种 但是陆地上 好像是露天的一个教会 他们就要到 有海啸的地方 去做一个服务 他们在做服务的时候 他发觉 不是那个印尼 巴黎岛那个海啸吗 而在那个海啸的过程中 有的人根本就是 全父母都没有了 还有的人也受伤了 还有些 而且那些人都很惧 惧怕谁 因为就是在海啸的时候 把他们的家里 都整个家破人亡 整个卷走了他们的家人 所以他就在那档档里面 他发觉 我只是少了一只手 可是呢 那些人失去了更多 可是游泳啊 冲浪啊 游泳真的是人的身 基本的求生本能 一定要要去 所以他就怎么去 教那些人去怎么样 去不要怕那些水 教他们怎么去接近水 一步步的 因为他们都非常有 恐水症 他自己觉得 我成为别人的帮助了 原来我以为 我失去了很多 而我还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功能 去帮忙那些人 不要再怕水 而且那些小孩子 一起在玩水的时候 他终于觉醒了 他就要回去以后 他就更有勇气说 我要去参加比赛 可是他参加比赛的时候 他说 在那个最后 很精彩的比赛过程中 事实上 最后一个浪来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完美的冲浪表现 其实大家都在场的人 都整个是完全的目瞪口呆 惊呼不已 可是因为他超过了 他们的时间六分钟 就是到这个阶子 他一举一举的内局的 到那地方 所以等着他完成 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over了时间 可是那个浪来的时候 是没有超过 可是整个在完成的时候 超过了 所以大家都认为说 那是浪的问题 浪的问题 但是他还是得第二名 就是他的那个对手 那个可敬的对手 他得了第一名 可是在那个当下里面 他就 大家都一直在鼓掌拍手 他说 他说你没有觉得 得第一名的遗憾 没有吗 他说我没有 我今天得奖 我是 我今天在冲浪 我是要告诉 那些写信给我的人 说我不在乎 我有没有得奖 而我在乎是 我能不能站起来 来做完成我 以前不能完成的事情 我现在克服的困难 可是那个得第一名的 他那个可敬的对手 之前是对他 非常的那种嫉妒 不屑一顾 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可是那个人知道说 最后一个浪子 都没有算分数 不然的话 他才得不到第一名 当颁奖的时候 我觉得都很有风度 他把那个奖 他那两个人就 献给了这个女主角 一起抓起来 就是我们一起得这个奖 不是只有我得 你更可以得这个奖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人家说 那你今天没有这只手 你会不会抱怨上帝 他说 假如我是两只手 没有人来拥抱我 当我是一只手的时候 我去冲浪的时候 大家觉得 我是更难难可畏 反而从我身上来 跟我拥抱 我是不是因为 只有一只手 冲浪 才能拥抱更多的人 哇 好看得开呀 他就讲我两只手的话 接受事实 我就没有什么很平凡嘛 没有人认为 要跟我怎么样 对 所以他用他的一只手 后来有在那个棒球比赛 需要有开球的时候 他可以去开球 他可以到医院去鼓励那些 从那个战场中 回来的受伤的人 说没问题 虽然我们都断了一些 身体的一些适知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 做出一些事情来 所以在这当下里面 你知道吗 在那个所有的过程中 他觉得比赛得奖与否 但他还是在后面 哇 得奖连连哦 因为他一直在不断的努力 当然我想他们家 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家也在 还是用冲浪的教学 甚至他们的参加比赛 成为他们两个双管齐下 成为他们的谋生之道 但是更重要是 他的一个生命的过程 鼓励了很多很多的人 当我在播出这个的时候 尤其是在 炎炎的夏日的时候 哇 大家都觉得 好棒哦 真的又 又可以看得冲浪的感觉 哇 而且呢 又有那个什么 那种真的好消暑哦 哎呦又有栗子 那当然帅哥美女 他们家人呢 没有在里面演出 可是他们家有一个人说 我们一定要让他上镜头 就他们家的狗 他说我们家狗 而且他们在拍的过程中 你说真人真事的那个家庭 对 对 对 他们每天都几乎都来 都来看他们的 演他们的 也在疗伤了 那个疗愈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所以这部电影呢 哎 我把它整个合在一起 它有哪些很棒的特色 第一个 嗯 冲浪镜头 感觉很好 嗯 好 还有呢 那个很难抓 哎 这个抓 不知道拍多少 多少次 让费多少那个影片的 那个底片 但在这里有一件事情 我在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这个是好奇奶奶了 我说哎 那她的手怎么办 对呀 那个演员的那个手 那么的逼真 她是她是真的也断手吗 后来我还真是去了解 因为我也去问那个 梁志强导演 他怎么办到的 本来是一个秘密 我想这个就告诉大家 免得大家也跟我一样 会这个被卡住了 他就在那个服装的时候 他是弄一个绿色 通常是绿色 嗯 好 或绿色或蓝色 就是这个颜色是统一的 他就一直这样 那个 好 当你这个 这上去了以后 我发现 当然可能跟身上 颜色是不一样的 他一直拍这样 可是在电脑处理的时候 当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绿色的时候 他就是透明的 他看不到 可以看到后面去 对 所以这就是 他的秘密武器 所以不然的话怎么办 那个演的那个女孩子怎么办 那是 所以很多演戏的 就是用这种方法 去用盖柱 所以当然是要在 后制作里面去做处理 可是呢 他在表演的过程 在冲浪 在那些极限运动的过程 他必须要平衡嘛 他必须要有一些动作嘛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只有一只手 他只能够平他的右手 去控制的时候 那对这个演员来讲 也是困难的耶 所以有替身啊 有替身啊 演演的就是他本人在演啊 那个走那个最完美的镜头 里面就是他自己在演的啊 哦 所以就是真正的那个 有高超技术的时候 对 是这个故事的本人 对 他在演的 画面太美了 真的要去把握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我们好像还没说这个 女主角这样的名字哦 真人真是女主角 叫做贝斯尼 贝斯尼 那因为他们当被导演来访问的时候 要来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这个导演建议说 我们要谁演我们的爸爸 那演爸爸的是什么 丹尼斯奎德 他说他他们觉得 这个可以演我爸爸 他们才可以选角 我们都没上 就叫他们来帮忙 还有呢 海伦航特 演他妈妈 演的妈妈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 资深的 一线的主角 一线的主角 另外呢 演那个贝斯尼本人的呢 艾娜索菲亚罗 他是一个从童星开始 演巧克力冒险工厂里面 开始出来的 那他们觉得 他也只有十几岁 到二十岁 但是又有青春的气息 所以他们就 这些人在这边至少半年以上 酝酿出的这部电影 他那个感情的融洽 还有跟他们家人的融洽 还有那只狗 那只狗 那这里还有 两个哥哥呢 也是都是有完全那个 由别人在 就是他们的演员来演 所以都是非常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好像 就是素人演员 而是真实的演员 所以那个演技也是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 在夏天的时候 来看这部电影 哇真的是 人生的一大享受 真的 而且呢 不但是在夏天里面 那种清凉海水的享受 还有在茫茫人海 我们碰到那么多的遭遇 那么多的大风大浪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这部影片 真的是会被激励到的 对 那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些 我们说真人真事了 还有夏威夷的风景了 还有这个标准的励志影片 而且我们看起来 好像应该很神话的感觉 怎么样子 重新在 在那个冲浪板上 再站起来的感觉 但是是至时如此 当然女主角呢 特别请了安娜 苏菲亚罗 他们也帮忙演出 她配角的 而且他们是 真的在这当下里面 生活了半年以上 来把它融合成为 他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而且怎么样 把家庭中去面对困难 不因为我们是 你今天是有 失去做的时候 你就不做家事 她说我要平等对待 还有那个摄影技术 真的是那种拍摄的 那个冲浪的画面 真的是非常的美 还有用意志来挑战大海 哇 用剩下的右手 去挑战世界冠军 你看有得到 所以这是一部完美的 合家观赏的家庭电影 真的好好看 来我们邀请收音机旁边的 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还有空大的同学 这部电影 灵魂冲浪手 是英台老师推荐给大家的 在这炎炎的夏日 把这个片子找来看一下 好 今天非常谢谢英台老师的介绍 谢谢 谢谢 谢谢